另外一陣螺族 有什麼食物 最美的也還湊來 其實今天所見到魚類的品種 好像很普通 例如吸盤秋、瓶器秋、橫紋藍秋 但對於香港人來說是獨特的意義 因為他們真的是原生的品種 而且會在天然乾淨的水中 才會找到他們有這麼大的群落 香港的秋通常都會在天然溪間的上游找到 通常他們最喜歡的生境是水流急 養份要很充足 他們就喜歡住在這些地方的溪底層 他們的身體有特別的構造 我們會看到秋的體型會比較修長 它的身體會像圓筒一樣的形狀 就是減低它的阻水 有其他秋的種類會有口像吸盤的形狀 幫助它吸在石頭或植物上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水流急而沖走 秋也有保護色 通常在石頭上 它就會把身體的顏色盡量切合 它黏著那個地方的顏色 有些秋找食物很大膽 就這樣捕在石頭上 三四條一群 就在這裡找食物 在吃石頭上的棗類 就是這樣 除了出來捕魚 我們又會看到榮園 又會捕蛙 又會看黑樹 又會看到蝴蝶 又會看到蝴蝶 對 在香港整個的生態 我們都可以捕捉到 對 每個人感受的大自然 我覺得都是不同的 是要你自己聽一下 躲在眼裡感受一下 你才會看到它的美麗 對 看看那裡 有很多寶寶 是,磅寶寶 對 從小到這裡 那邊有些大 有些大有些小 那邊還有一條 有條黑色線的魚 是甚麼 好像在那邊 很久沒有在香港記錄過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這個 我們去到處找魚 好像去探朋友 如果是一條很罕有的魚 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又會間不中 幾個月又回去探牠一次 去看看牠的生活成怎樣 環境有沒有轉變 我們要不要做一些 去幫牠 去維持回家 仍然是適合牠住 有些小的陷阱 應該會去拍攝